除了防疫工作之外 秀林鄉公所也展開排水溝清淤工作 秀林鄉長王玫瑰視察 鄉境內大排水溝清淤作業 預計5月25號之前要親書完成 同時他也前往了解大街小巷排水溝是否通暢 王玫瑰他呼籲鄉親 在整理門前排水溝蓋上的落葉 不要隨意放置盆栽雜物 全民一起來防汛才可以達到減災目的 每年的5月份到11月份是汛期 煤雨季節以及颱風都會帶來好大雨的情況 也容易發生水患 因此秀林鄉公所建設客也提前做好完全的準備 从最北的河中部落、河人部落、沖德部落、金美部落、嘉敏部落 以及最南邊的同盟部落 則是進行大排水溝清淤的作業 为了了解实际的狀況 建設客長吳上榮陪同秀林鄉的王玫瑰 从和平村到同盟村視察清淤的情況 雖然現在面對疫情嚴重的影響 除此之外相關的一些基礎工程 也是一直在持續的進行中 當然很多的專業性的問題 我們都會結合我們的專家學者 來共同來討論每一項工程的整個推動的 一個專業的技術 我們也是尊重專家學者的一些意見 來做我們整個實際上大型工程的執行面 所以在這裡各位鄉親也不要擔心 雖然疫情影響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很多的相關建設以及社會福利工作 還有整個農業的推動工作 我們還是在持續進行中 也希望各位鄉親如果有任何的意見 可以回報到我們修理相關所 我們會結成來為您服務 修文廠長王玫瑰表示 為了做好房間的準備 修文廠公所建設課 清潔隊全部都上井發條 進行戒備 分別進行路數修剪 加護排水溝 雨水下水道以及清雨的作業 同時我們也提醒鄉親們在自家周圍排水溝要保持暢通 垃圾落葉不要往排水溝丟 以免阻塞造成淹水 有發現排水溝不同情況也通報修文廠公所 修文廠公所會派人前往處理 記得喜歡收看